挺住了美股暴跌的冲击 A股今天却在阴沟里翻了船 上半场直接被压着打 下午才稍有起色 今天A股为什么会跌呢 点点关注 我们细细分析 两个原因 这两个原因 如果你仔细观察 今天领跌的主力板块 就可以很容易的明白 第一个是煤炭供气板块跌幅低 原因是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大跌20% 打了交易者一个措手不及 在此之前 欧洲天然气的价格持续上涨 单日涨幅超过10%的情况是屡见不鲜 不断的刷新历史新高 最近A股市场炒得火热的新旧能源 新能源的风光储物 传统能源的煤炭石油天然气 支撑炒作的逻辑就是欧洲能源危机 现在天然气价格下来了 煤炭自然大跌 新能源建设也就不那么急迫了 不过目前欧洲天然气的价格大跌是见顶呢 还是短暂调整 现在还不好说 欧武危机没有结束 任何事情都有可能 第二个就是食品饮料等消费股的拖累 原因是对疫情再度反弹的担忧 近期国内新冠确诊人数又多了起来 疫情反弹 市场担心秋冬疫情反弹会压制消费 给本来就不景气的经济再度添加压力 从最近市场的反反复复 我们可以看出市场的神经有点太敏感了 听风就是雨 但是拨开迷雾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是一个实质 那就是洗盘 应该能感觉到啊 近期个股的波动都在加大 上下的起伏幅度很大 都是为了洗盘 最近市场总体的逻辑就是担忧 还有无主线 那么担忧什么呢 担忧国内经济复苏压力 担心美联储再度加息 担心到了冬季疫情再度反弹等等等等吧 不过我要告诉你的事啊 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原身在此山中 跳出短期的思维 往更高的角度咱们去想想 疫情最苦难的时候 咱们都过来了 现在这点小反弹 不应该放大影响 新能源的发展呢 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 虽然说欧洲能源危机 刺激了它的炒作 难道没有能源危机 我们就不发展了吗 没有主线 是因为很多成长赛道都炒高了 房地产当时可是黄金20年 万科A翻了100倍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万科A肯定也有炒高了的时候 短期大跌调整的时候 最后呢不还是100倍 我觉得没有必要被眼前的 一点小困难给吓住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短期上来看 虽然指数是盘跌 但是多头还是有底线的 那么每次到了半年线这个位置 都会在支撑下拉起来 现在市场的弱势 主要是缺乏炒作情绪 人气低迷 随着技术上 MACD的逐渐调整到位 政策上一览措施 持续的发力 持续大幅杀跌的概率不大 反攻随时有可能到来 好了 今天就是这些 感谢大家收看 Cut